余老弟 今天跟你聊聊天了 刚才听你在微信那里跟我说现在还在学习吗 是的 现在在这里学习 你在外州 我在洛杉矶 这么远了 我就用这种视频的方式跟你聊一聊现在我的情况 那现在上次我已经跟你拍了一个视频 大概也介绍了这段时间我的学习情况 现在学习情况很糟糕 被忘就忘 忘了又被 被忘了忘 那我也研究了很多那些记忆的方法 比如是联想法 还有那个什么谐音 用中文注音来辅助英文的读音法 还有一些很多很多方法 在网上那个视频教学那里有很多方法 特别有一个什么记忆大师 就是在国外第一名 它就是在一分钟内可以被援周率 还可以说一天可以被五千个英文当词 它的方法就是记忆法 还有什么法 什么法 这个法 那个法 这类的东西 那段时间一直是比较迷恋这种方法 一直都在研究 希望能够一天之内就把那些什么东西都学完了 确实不现实 因为这个东西它 那些所谓记忆大师 还有这种学习方法 这个东西都是一种工具 它那个工具可能它也是对这工具已经有一段时间的掌握了 它才能够运用这个工具 而我要学他们这种学习方法的工具 不是说我学了马上就能够得到 是一种长期的那种锻炼 锻炼那个联想法 就是联想法 然后打个比如 比如 你要记一个单词 什么单词啊 就是 today 就是今天的 它的方法就是tod 有个tod嘛 tod嘛 tod就是去 go to 去去那个日子 它就联想法 就是去那个地儿 你就可以知道这个什么 今天的today的意思 它是分开来的 这种 这种我不能够说它的方法不行 而是自己没有消化这种方法 你也没有在脑方面呢 做一个系统的训练 很多东西是要系统的锻炼的 而很多人就是认为很快就要掌握这种 我们掌握它这种方法 但是不实在的 就好比你修车 你修车的时候 你的教练那个人是教你 停一停 你去修车 那个师傅是教你 这样干的人干 那你看了一次 你当时看的时候很容易 但你要是你自己亲自去修理车的时候 那就不是说他教你一次 你就能够把那个车给修理好 这个要经过一年的时间的摸缩 你才能掌握这个修车技术 这同样记忆法它很有道理 那个联想 联想嘛 就是这种法则 什么叫做联想法 就是说人的记忆是靠图像 看图像来记 就是说用肉脑 我们一般 我们平时死记硬背 都是用左脑的 但是他说用图像 把那些很生硬的单词 画成一个图像 然后发挥这个肉脑 那个两边的脑袋 同时来帮助自己的记忆 因为人的图像 他的记忆比左脑要快一千倍 就是说用脑的图像的记忆 比左脑要快一千倍 所以很多记忆的方法都需要用脑 希望用右脑 发挥右脑的记忆 而我们人平时学习都是用左脑来学习的 它是这样的话 那你看到它 那你一下子就 好了我就把这个诗卷全部边看 就在联想 好像是一部电影那样联想 那是不可能的 另外还有很多方法可能是不对 所以我那天我在微信那里跟你说 我说背完了又忘完了又背 那个东西我就跟你说 可能是因为我们年龄大了吧 你也在那个微信那里 也说是不是我们年龄大了 背东西是不行的 这一点呢 余老弟呢 你说的也许有道理 但是这个东西我又看呢 很多那些学生啊 十来岁、二十岁、三十岁 他们背英语单词、背英文句子 都是背完了忘了要背 最后结果就放弃了 所以我们中国的很多学英文的人呢 都是这种现象 很多人读了大学 他背了很多单词 但是最后都是忘了忘了 特别读完书之后 走上社会工作 就不到半年之后 所有的英文基本上都忘了清清光光了 忘了差不多了忘了差不多 但这种现象呢 就不能够把一切责任归咎 年龄大的问题 这个记性可能随着年龄的大 是有点差 但是不是绝对的 那你要培养自己的记性力呢 你一定要呢 要多点用锻炼这种记忆力 这个记忆力是可以锻炼出来的 你不用它 那你就会生锈 那我们很少背书的 很少背这些东西的 那你的头脑已经基本上生锈了 你现在突然 突然用生锈的机器 把它开动起来 记忆的话呢 那你的脑袋 因为你已经生锈了嘛 你的记忆的东西是生锈了 你要重新再运转 这个运转肯定是有一个过程 也是很痛苦的过程 那做什么事情都是一分为二的 这个东西呢 我们也可以说是记性不行 年龄大了 但这个呢 这个责任呢 也不能够全部归咎于年龄大 这个等于 说了等于也是等于白说 那还是要问问自己 是不是自己方法错了 一切都是要自己 自己是不是方法有点问题 是不是还没有掌握那个方法 那个方法 为什么会背完了又忘 忘完了又背 背完了忘 这个是不是方法 方法 不对 因为你背东西 毕竟我们英文的句子 不是我们的母语 我们不熟悉的母语 因为它是外来语 我们的头脑一点印象都没有的 当这种词汇进入我们的脑里 我们是没有印象的 我们只能够实际硬背 背完之后 我们也不知道它究竟是背了什么东西 因为英文嘛 我们不知道是背了什么东西的 比如我们说的汽车 汽车巴士 那巴士 巴士就是英文来的嘛 但我们为什么知道巴士呢 因为很多国内的也叫巴士嘛 所以我们很容易知道巴士就是汽车 公共汽车 这就有联系嘛 还有呢比如还有我们喝的咖啡 那英文叫Coffee 但我们因为我们在国内 我们把那个英文直接 直接变成了咖啡 变成咖啡呢我们就知道 Coffee跟咖啡 这个东西成了我们自己的母语 那你要是 我再举个例子啊好像是 E E E摩俊西 E摩俊西 E摩 E摩 它用中文意语就是E摩俊西 其实呢 英文的意思呢 就是危险的 有危险的情况 那E摩俊西 这个英文我们脑袋瓜 根本就不知道是危险的英文 我们的母语就是危险的 不安全的 那我们就容易记 容易记着 我们的记性好 但是你说是E摩俊西 E摩俊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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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什么东西啊 E摩俊西 我们根本就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 所以我背的时候 我就说E摩俊西 Triangle 这个就是直接把它 它的那个中文意语 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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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俊西 这样背下来 背完之后 你不知道这个E摩俊西 究竟是什么个回事 所以你头脑上 根本就没有这个什么E摩俊西 是什么东西 所以你就背完之后呢 好了 你过了一天之后 你再说E摩俊西 也不知道这E摩俊西是什么东西 那你也忘了E摩俊西 E摩俊西 又把这个E摩俊西给搞乱了 所以关键的话 这个E摩俊西 我们不能够很好理解为危险的 危险的 而且你就是知道这个E摩俊西是 随危险的词汇 但是这个词汇 在我们的头脑之中 从来就没有这个印象的 叫什么叫危险的 所以这个时候 你说我们 是不是我们的记性是差了呢 那于朗帝你说 我们是不是老了记不了 不是记不了 而是这个E摩俊西 跟这个英文的危险的 这个东西啊 我们头脑根本对这个东西 根本是很陌生的 你记得也忘了 记得也忘了 因为你确实不知道 你要是说 换成是中文的危险的 那你一个月也不会忘记 而现在危险的东西 你危险的中文 你可以说随便都可以考试 不用背就行 所以这个东西 那既然我们不熟悉那个英文当词 不知道它发音 也没有这个概念是 一抹俊西是有危险的一个词汇 那我们当然是背来背去 就背不了 那这就不是说人老的问题 而是自己的原因 自身的原因 因为你不懂 自己不懂这个奇事 而且你是不是方法不对了 你就方法不对 所以很多时候方法不对 我们会走很多弯路 我们会走很多弯路 所以走弯路的过程中呢 只能够怪自己 怪不怪自己 但就要通过一种摸缩 这种一种实践 实践 实践 就是说不停地去摸缩这个经验 累积这种经验 就算这次 学车 我们可以把它实际硬背 背了下来之后 那以后我们是不是 就是要学什么东西的话 都还是要掌握点经验 那通过这次学英文呢 掌握一些技巧 掌握一些学习的方法 这个对自己是永远是有意 有百亿无一害的 所以虽然现在呢 是学英文 现在是背英文 背着自己想要发疯了 像做一个神经病了 但是这个东西呢 通过这次自己的 必须要背的时候 那你肯定会累积这个经验 这经验 这个是有钱也买不大的经验 所以说 哪怕我现在是交了三千五的 去学这个学费 但是那个学费能够让你 能够得到一点帮助 那个就三千五块钱 就不是钱的问题 而是自己学的东西 自己学的东西呢 就是可以无价之保了 随于老弟是不是 所以现在很多时候呢 我们做什么事情呢 就是不能够说是什么 就关键自己是不是方法不对了 丁万瑜老弟好像是 你看 一个人抽烟 有些人能戒烟 为什么有些人戒不了 你说 你说 尼古丁 你说那个抽烟是尼古丁 害了我们 不能够戒断他 但有没有问自己 你为什么自己没有下定决心要戒他 你就说 尼古丁把自己给捆绑了 是尼古丁 是烟的尼古丁害了自己 但是这些都是 都不是理由 这不是理由 这个责任不在相焉 而是在乎你自己 你自己是不是没有下定决心去借他 你自己不下定决心去借他 你就把一切责任归咎于这个相焉 但这种事情就不好 所以余老弟我觉得就是 就是我后来慢慢的 通过学习这件事情 我就一个人生有一个道理 什么事情都要从自身 检讨自己 而不是总是说 是那回事 这回事 这个别人是这样的 而因为这回事 就把自己就可以开拓了 比如就是你讲的 被这些英文当局 年纪大了 就不需要了 不需要学习了 这个东西就是讲不过去的 所以余老弟子 所以现在我觉得呢 就是通过自己学习的 做什么事情呢 不要把责任推给别人 就自己 做什么事情 首先要想到自己怎么样 就是等于人缘之间 自己做的哪方面不好 是不是这样 多问自己 你做了什么东西 你做了什么东西 而不是说 人家亏欠了什么东西 等于我跟余老弟 大家认识了一五年了 大家也算是 不是哥们 也算是个朋友 也是有缘分的 为什么我们今天 我们也能够五年都保持这种朋友关系 我们当年也是喝过酒的 也什么什么 那为什么有这样 就是因为我们 我们谈得来 或者我们刚来美国的时候 是一起来美国没多久 那我们那种单纯的认识朋友 就能够保持到现在 要是现在人复杂了 我估计你余老弟 再认识朋友的话 你都不是那么容易跟他交往的 这种就是关键的 就是 就是 单纯的认识 大家都有需求的时候 我们走在一起 我们来美国 因为不熟悉美国 所以我们需要互相的帮忙 互相的照应 这个时候就产生一种 朋友之间的关系 当然随着大家在美国熟悉了之后 大家也知道了 所以这个时候 你就没有那么想去交朋友了 是这样回事 中天说 就这样 我刚才说了 我自己学英文的一些方面的东西 当然你现在呢 我也希望你在外州干活呢 要好好注意一下身体 关键呢 周围朋友们也是关心这一点的 希望你也能挣得了钱 身体也好 心情特别好 身体也不错 回到洛杉矶 我们大家可以大家见见面 就算没有时间见面 但是呢 也是多点联系 你要有什么事情的话呢 可以在我的微信那里呢 可以留言 我看到了一定会答复你的 就这回事 好 今天讲到这里 OK